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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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1964年 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举行 由李俊琛编导的歌舞《洗衣歌》在当时大获成功 歌舞灵感来源于藏族姑娘为部队拆洗衣被的场面 在乐曲方面 《洗衣歌》汲取了昌都 巴塘等地藏族民间音乐元素 音乐风格清新活泼 至今仍受全国人民喜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情人喜呀喜三龙 是谁帮咱们修复轮 是谁帮咱们佳求良心 是情人皆宝君 是酒鲜风扎道 青年那是一家人 青年那是一家。 我把你的生活被 Podcast 我们守护六强临 那些情人间房间 那些酒鞋放着 我要了所有的孙 去世一家人 我去世一山 去世一家人 我去世 쓰고 我到湖 breath 流流的山上 这座流流的云油 段段流流的潮仔 康地流流的沉有 月亮昏昏 康地流流的沉有 康定琴歌 《康定琴歌》是20世纪40年代 产生于四川康定的一首名歌 关于它的作者是谁 曾无人知晓 1996年夏天 甘孜报曾悬赏万元 寻找康定琴歌的作者 最终通过记者的深入走法 确定了歌曲作者 名叫李一若 如今 康定琴歌唱遍大江南北 唱响了全世界 而且还是我国第一首 飞向太空的歌曲 一来溜溜的看上 仍在溜溜的好友 二来溜溜的看上 会当溜溜的加油 月亮 万 万 会当溜溜的加油 会当溜溜的加油 世界溜溜的女子 任我溜溜的爱哟 世界溜溜的男子 任你溜溜的秋哟 月亮 万 万 万 任你溜溜的秋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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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溜的秋哟 溜溜溜溜的秋哟 喊哈你 喊哈啦啦啦啦啦啦 晚安 你 假到底 喊哈 喊哈 咚 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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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klv 提起藏族歌唱家 彩蛋捉马的名字 可以说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代代中国人 听着他的歌长大 被他的歌声感动着 激励着 彩蛋捉马演唱的歌曲 不仅震撼了万里高原 同时也将藏族的音乐 推向了全国 推向了全世界 沧档啊呀 沧档啊 一起响叉了 沧档啊 沧档啊 抹南风雨剧鸭 鸡鹤山啊 诶 诶 回撒树干 你这路旁 上面布满了 这种芒芽 点心甘子行对行 拉近雨也发点忙 起起乡来加加凉 拉萨雨也晃晃 哎呀 哎呀 快不走 看拉萨前面咯 看见了 来找我 看看拉萨行的吗 快快走 来走 快行呀 哎呀呀呀呀 彩蛋卓马是著名藏族女高音歌唱家 也是新中国藏族的第一代歌唱家 苦难的生活经历 使彩蛋卓马有更富于常人的生活感受 北京的金山上 经他结合藏族传统民歌 藏戏等演唱风格加以复唱后 就成了西藏的经典歌曲 西藏的经典歌曲 西藏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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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爱情的金山沙滑着丝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花 多么文化 多么思想 八卦上路的西藏 我们爱不独裁 是为主义幸福的大大厂 是为主义幸福的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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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身浓炉把歌唱 简明形象地反映了 新西藏的新气象 一句驱散乌云见太阳 歌进心中欢唱 客丝陪币 在唐鳗上 熊一馬 散著飛翔 草野春花 出現好 嚼我自得不得嘲 草野春花 出現好 嚼我自得不得嘲 草野春花 出現好 草野春花 出現好 草野春花 出現好 從早年令他家喻戶曉的 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演出開始 《彩蛋卓馬》不管唱什麼歌曲 都有著西藏的風格 《登 legitimately聽過》 我怕当了你母亲 母亲只剩了我的生 当的王位照我心 求社会变此愁我生 母亲只会雷零零 在荣誉面前 彩蛋啄马不忘本地 至今他仍扎根在西藏 为广大牧民演唱 我怕当了你母亲 父亲只剩了我的生 当的王位照我心 当的王位照我心 青年歌手江阳捉马 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小县城 它的声音清澈而醇厚 就像大提琴一样委婉悠扬 在听惯了幽远而高亢的藏族歌曲之后 听一听江阳灼马 那浑厚圆润的女中音 总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高原阳光灿烂 阳光灿烂 云霞飘洒几香的花瓣 几香的花瓣 哈达托起了祝愿 美好的祝愿 祖国母亲送来春天温暖 祝愿是带来快乐的葬礼年龙 祝愿是带来跳起归旋的琵琶 长得血雨的甘甜 血雨的甘甜 幸福挂满藏家的小脸 宽厚的歌声 从容的台风 江阳灼马带着民族歌手的印记 从藏区走向央视大舞台 江阳灼马的歌曲 不仅被藏族同胞欢迎 也受到其他民族观众的喜爱 Gianluca 我文字幕在世 大飞舞在草原 卑鹅在沼原 飞舞在草原 Chan si te le 鞋马撒香蓝天 撒香蓝天 你会玩什么 买了真情 农农的真情 Chan si te le 团结和谐迎来 藏林新年 索扎西德烈 吉祥的藏林年龙 索扎西德烈 挑起古老的国庄 合照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明天 幸福挂满藏家的小脸 索扎西德烈 吉祥的藏林年龙 索扎西德烈 挑起古老的国庄 合照美好的明天 美好的明天 幸福挂满藏家的小脸 讨厌 索扎西 索扎西德烈 匠阳卓马因家境贫寒 在少年时便失去了上学机会 步入社会 在酒店工作期间 由于艺术团人手不够 匠阳卓马常常未凑人数 站到舞台上唱歌 唇厚而独特的嗓音 很快被人发掘 而后他惊人推荐去到县艺术团 虚心求教 让江阳卓马得到了老师们的指导和赞许 这也使得他有机会 将藏族音乐 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若瑪 啊 若瑪 草原上的姑娘 若瑪拉 啊 若瑪 啊 若瑪 草原上的姑娘 若瑪拉 吃簪巴 饮酥油茶 观看藏系歌舞 这些都是西藏人民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能抹去的家乡情节 心中的高原 乡愁 江央卓马演唱过许多和故土有关的歌 在这首慈祥的母亲里 我们听到了她对妈妈 对家乡的热爱 我自相的母亲 是美人中的美人 都像二百度母 一样心底善良 她被水走过的小路 柳树轻轻摇晃笼 到一程纶红情怀 wounds 她竟红帖走出阳圈 다면윤ロー 花卫者 她精情开发 啊 此乡的母亲 啊 妈妈 此乡的母亲 我是你用生命 生命写下的历史 你给我用阳光支撑的翅膀 哦 无论我飞得再高再远 无论我走到天涯 山影总落在你的心上 啊 妈妈 哦 此乡的母亲 哦 此乡的母亲 啊 妈妈 有一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